傍晚的湖泊泛着金色 闪着零零波光 水中扶鸟游翼 岸边是摆动的鲜花 盎然的绿椅 这就是亨利夫妇记忆中的金色池塘 一辆小轿车缓缓驶来 带回了远居的亨利夫妇 他们都已经垂垂老矣 妻子凯瑟琳 仍为了不变的香叶风光而欢欣雀跃 只是丈夫亨利脾气愈发古怪 开口就唱着反调 尘封的小屋被岁月侵蚀 可不止一如往昔 凯瑟琳主动前去烧火取暖 独留亨利一人 看向相框里年轻有力的自己 虽出老仍优雅的自己 他照了照镜子里这张苍白皱疤的脸 伤感地戴上帽子遮掩白发 蒙骗衰老的念头 他像个幽灵一样 四处审查家里过去的一切 以证明自己老而未衰 此时 活力四射的凯瑟琳敲门回家了 她也是个老太太了 但那股喷勃的永不止息的生命力 驱动她发觉着周围的美丽 并滔滔不绝的倾诉 老头亨利却与妻子截然相反 刻薄嘴贱 性情怪异 张口闭口 喜欢把老和死挂在嘴边 尽管凯瑟琳理解并接纳亨利的一切 懂得她的内心为迅疾的衰老而恐惧 但仍不希望以这样处处提及的方式来掩饰害怕 所以 她用自己的那套缓解丈夫的焦虑 带她去水上滑艇 观赏结队的扶鸟 伴随着夕阳照耀的博光 陶冶心神 临窗对异着棋盘 像两个非要争个胜负的顽童 沉船去加油站加满油 让亨利像个凯旋的将军 盎然地凯旋而归 这天 亨利搜寻着小报上的招工信息 想要用她年迈的身躯再干一份工作 凯瑟琳觉得这主意太过荒唐 忙指派亨利出门去摘一些草莓 看着丈夫老迈而愁愁的背影 目睹的凯瑟琳心下伤感 树林中 亨利穿梭着 不时被头顶的毛绿枝崖撞头 她回转身 却迷失在这片年轻时 走过千百遍的区域里 迷路让她变得愈发焦急 参天的大树 急剧压迫地俯瞰她 此时此刻 她满脸愁容 第一次对衰老有了具体的实感 当她汗津津地回到家 看到这和邮差谈笑风声的凯瑟琳 她便提着空筒 强撑着脸面谎撑 并不是自己没采到草莓 而是都吃了 意外的是 女儿简给家里写了封信 要给亨利庆祝80岁的生日 她常年不跟家人联络 尤其跟脾气古怪的爸爸向来不和 在凯瑟琳兴冲冲地指出 简还会带来新男友给亨利庆祝 亨利的面旁都皱成了麻花 她对这个同样倔强不驯的女儿 看法复杂 既不想在女儿面前暴露老弱的姿态 对死亡的担忧 可内心又止不住思念她 因而她听到女儿的男友是个牙医 嘟嘟囔囔 那个人会整天盯着我们的牙 却又在其死说 那就不让他们来了时 找不说 我觉得我的寿宴 应该让各种社会人士都参加 屋檐下 亨利探看报纸上的招工广告 凯瑟琳调侃她 赶回家 就是为了追寻没意义的事情 听闻后的亨利 羞脑地摔了报纸 满脸悲怆地说 我回来是因为我日子走到头了 但却不记得去老朕的路了 树林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 我慌得要命 所以才跑回来见你 再见你那美丽的脸庞 我才倍感踏实 看着她颓然无力地坐下 凯瑟琳爱怜地拥抱她安慰起来 她是个可爱的老太婆 相处半生 仍对自己爱着的 这个疯老头毫无办法 夜晚 亨利紧张地对着镜子整理领结 她想以最体面的面貌再见女儿 凯瑟琳看穿了她的心思 劝告她 这次我们都和和睦睦地 互相容忍一些好不好 片刻后 迟迟到来的镜 满脸激动地拥抱了妈妈 又友善地吻了爸爸的脸颊 带着温馨的局面 还是掩盖不了强称的本质 亨利阴阳怪气地对简说 真是个小胖丫头 简的表情凝固了 从小到大 童年的肥胖一直是她心中的阴影 而爸爸总是拿着诗刺痛她 他们相处不过一小会儿 爸爸抛根问底的较真姿态 便令简的内心特不过气来 为了调节气氛 简喊来了男友的孩子 13岁的男孩道格 见到亨利毫无客气 你都八十了真够老的 气得亨利只能虚空所敌 你真该去见我死去的父亲 但地主之一还是要尽到 亨利还是带着道格 去了他休息的房间 见爸爸不在场 简才敢对妈妈 显露他的关怀和担忧 他觉得爸爸看着真苍老 听说他的记忆里变得很糟糕 亨利在楼上聆听设法打断 简壮简又说 至少他一点都没变 我又是他可以锁落的目标 随后简的男友比尔姗姗来迟 当着男友的面 亨利一点都不给女儿留情面 一会儿阴阳地说 想不到简还记得回家的路 一会儿打听出 比尔的父母已经过世 趁机又说 真是不回家的好借口 他张牙舞爪 树立起讨人贤的形象 无敌自容的简 只想带着其他人去外边避一避 哪怕落单的比尔友善地对他交流 也被冷冷枪了回去 比尔谈论起了他和简的爱情 亨利知若网闻 而后 比尔贪问道 我想和他睡在一起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亨利装起傻来 你们三个人 比尔惊呆了 全都否认了 亨利不再收敛刻薄 嘲弄地说 很高兴看到你在我家里欺负我女儿 要不要去 我第一次玷污他母亲的那一间 比尔满脸窘迫 虽觉得自己被侮辱 但也对这怪老头的脾气有所耳闻 回应说 简告诉过我 过去你是怎么男人寻开心 有时他也同样 自己时而包容 时而不能 既然父女俩一样的秉性 他以为亨利内里是个有趣的人 没想到真的如此难以相处 亨利待着片刻 得到结论 你是个爱唠叨的好人 不过还行 忽然 道格兴冲冲闯进来告诉比尔 简和凯瑟琳在湖里裸泳 亨利对比尔说 去吧 在金色池塘 你可以为所欲为 比尔去了 却把道格强行留下了陪同亨利 一老一小 两个侧头在屋子里面面相去 只得没话找话 亨利趁其询问 你们13岁的人 不上学的时候会做什么消遣 道格直率地答复 勾引一些小妞 护开 文言后的亨利有点心累 拿出一本金银岛 让道格上楼去看 明早讲出第一章的内容 怕丈夫冒犯客人的凯瑟琳 紧急赶了回来 不出意料 他已经把冒犯的事情干了一个遍 他只能练起话题 提到 女儿简希望夫妇俩能帮帮自己 他想让道格在这里寄养一个月 凯瑟琳态度明朗 他希望丈夫一口答应 毕竟比尔人品不错 是女儿值得托付终身的好选择 何况带上道格去欧洲旅行 对浓情蜜意的一对情侣很不方便 亨利只得不情不愿答应了 凯瑟琳注视着爱人的一张苦脸 说 你的确是世上最好的情郎 可只有我知道 蛋糕上的烛火 映衬着黑暗 一家人开心地围坐着给亨利庆生 亨利站起 想要讲些活了八十岁才悟出的人生哲学 却又突然想不起来了 只能由衷地对身旁的妻子表白 能和这位美女共度岁月 是我之幸福 并将她温柔揽入自己怀中 说完 亨利鼓动大家 一起帮他吹熄了蜡烛 某晚 大家都在棋盘前专心下棋 金有简不合群地坐在一旁看书 听着讨论的声音 他神情有些焦躁和不耐烦 比尔便邀请他来玩 亨利却先一步替女儿回答 简不是不爱下棋 是因为怕输 简的眉头更加深锁了 反驳 比赛一激烈起来 我就会紧张不安 他质问着 你们为什么对下棋这么着迷 尤其针对爸爸 你喜欢打败别人是吗 这是父女俩第一次正面交锋 对视的一瞬 交织着岁月携带的恩怨情仇 水天宁静 简静静地待在码头 碰到妈妈前来问候 她本想隐藏心事 还是坦诚说 看来我在金色池塘 是长不大了 看着妈妈疑惑不解的样子 她又补充 我在别处能像成人一样生活 可到了这里 我就变成了那个小胖丫头 凯撒林心疼地抱住伤心的女儿 听她继续倾诉 爸爸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 我把一生的时间都用在和她较量上了 即使离家很远 不再见她 她带给我的阴霾始终摆脱不了 凯撒林安抚着简 张口又是称怪 又是这个话题 你的童年很不幸 父亲专横 母亲冷漠 你真的太执拗了 这点可不招人喜欢 每一次你不肯回家 我都要苦苦哀求你才回来 所有人回忆童年时 都会有某些事情 让她感到痛苦和遗憾 别让这些事情毁了你一辈子 生活是不断进步的 更是稍踪及时的 希望你能跟上 对于简而言 妈妈口中的安慰不亚于风凉化 但眼前呈现的 童年就荡漾在心头的湛蓝拨光 终究还是让她贫富了一些心碎 不久 简等到了和比尔出发去欧洲的日子 而道格也依托留在了亨利夫妇身边 其实 他内心何尝不沮丧 失望 觉得被抛弃了 看出他异样的凯瑟琳 邀请他跟自己和丈夫去钓鱼 道格却冷声答复 胡说 明显在意这个不雅词汇的亨利 没有斥责他 反倒夸赞是个好词 这令道格十分惊讶 虽怀着好奇 走上楼向这对夫妻搭话 他突然发现 亨利居然还留着捡童年时的钓鱼服 不过 他主要目的是为了告别的 他觉得在这里 两个老人也嫌弃他 出乎意料 亨利回怼 胡说 我比你大67岁 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接着 傲娇地发出邀请 我和凯瑟琳 让你和我们一起去钓鱼 还把钓鱼服抛给了道格 就这样 道格来到了 灵狐锤 钓了老人们身边 他声称 自己来看看这鬼玩意 是怎么操作的 亨利看出了 他内心活动的底色 没有戳破 只让他上船 让火箭一般飞速的船艇 激荡起水面的花荡 让他抛洒的鱼沟 咬上肥瘦的大鱼 湖光山色 平静悠然 他们身边还伴着安静读书的凯瑟琳 甚至在亨利夫妇的督促下 道格学会的跳水和游泳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更深的水域 亨利带道格 去钓那条足足石鹰棒的尊鱼 亨利三年间不断钓它上钩 又不断被狡猾的它逃跑 对付这种鱼 一定要更为耐心 而且 他还被亨利取了名字乌尔特 道格刚察觉到 这老人的有趣 便因他大喊大叫的姿态 生出反感 一瞬 皱巴巴的亨利 向个无错的孩子道歉了 可能这孩子的应急防御 让他联想到了童年时期的简 庆幸 在他们的通力协作下 还是捕获了一条肥美的尊鱼 在室内 分立划火柴的亨利 被路过的道格提醒 火柴的方向反了 一下子被戳到内心恐惧的亨利 恼羞成怒 说他自己会生活 好不容易柴火燃了 挡板却没放上 差点把屋子点燃 固执的老头站在一旁 有种做错事的惊慌 听到凯瑟琳夸奖着道格能干 而恐惧时光残酷的亨利 无端指责道格 看你把这搞的 凯琳又一次看出 丈夫眼眸中 对死亡和衰老的害怕 含着眼泪的凯瑟琳 必须顾及所有人的心情 他出门 安慰了郁郁的道格 他其实不是在和你吼 他是在和生活吼 他就像一只老狮子 提醒自己还能吼叫 有时候你要真心去观察一个人 你记住 他正在尽力而为 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样 渐渐地 亨利开始抓住活着的感觉 他试着向青少年般 啃凯瑟琳肩膀 试着在夜幕下和道格乘着快艇钓鱼 在道格钓到一只死去的扶鸟时 亨利让他放了他 即刻 道格领悟了 亨利你怕死吗 亨利避而不打 只站在前方指挥道格开回家 收获一瞬 船艇触礁 亨利被弹落水下 出神的时候 生命垂危的时候 亨利的心声总是很容易倾泻 他已经喊了捡两次 反应过来的道格跳下水 焦急地将亨利搬运到礁石上 察觉到不对的凯瑟琳 匆匆和油柴出航 他跃入水里将两人救下 于是凯瑟琳给大难不死的两人下了禁足令 他们抄起鱼竿溜出去时 正好被机密的凯瑟琳逮个正着 亨利给了一个仓促的安全承诺 便和道格快乐地饭舟胡上 这一幕被返回家的剪看见了 正好 他从妈妈嘴里听说 道格使爸爸如此快乐 便积分地质问 为什么那老家伙不能和我成为朋友 不会为我的任何事骄傲开心 因为他不在乎 他是一个自私的老东西 伤心不已的凯瑟琳甩了简一巴掌 很遗憾 你口中自私的老东西是我的丈夫 这边在潜水湖泊 本不抱希望的亨利 竟发现道格意外掉到了沃尔特 但考虑到他已经活了那么多年 亨利依然选择将他放走 自知对女儿过活的凯瑟琳 专程给简道歉 但他最想告诉简 亨利能为自己去死 同样也能为女儿去死 他已经八十岁了 有心脏病 记忆力也不好 你们两个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和解呢 简懂得妈妈的苦心 也知道爱酒见人心的道理 他怀着害怕 主动上前跟爸爸谈话 虽然老头的嘴比钢铁还硬 你是关心我的遗嘱吗 但简步不紧追 在最后也不忘展现自己的跳水能力 终于赢得了亨利的坦诚与认同 那个奖章 那个拥抱 跨越了几十年的误解和埋怨 给予的父女俩最大的慰藉 假期结束 亨利夫妇也该回去了 亨利逞强地抱起一箱沉重的瓷器 却突然感知到心脏脚痛 瓷器摔到一地 他也颓然倒下 慌里慌张的凯瑟琳给丈夫服了药丸 口中的祈祷 一声更比一声虔诚 他原本淡定理性 却在爱人倒地时 变得毫无头绪 以前亨利口中的衰老鱼死亡 是凯瑟琳最不能想象的场景 却在这狼藉的一顺 让他的脑海里浮现了悲伤的葬礼 庆幸 亨利还是顽强挺了过来 拥抱着凯瑟琳翩然起舞 而在心灵上 他们夫妇俩彻底达到了同频 他们学着理解互相体会 不再抗拒生命中频频造访的意外 也不抗拒此生的终点 衰老和死亡是人人都会经历的时刻 与其整日担惊受怕 不如将生命中遗憾的空缺填满 如同亨利同女儿简的和解 不如和结交的新朋友经历旧日的见闻 如同亨利与道格的忘年之交 不如抱紧所爱之人 如同亨利和凯瑟琳灵魂伴侣一生 依旧学着一天比一天更深爱对方 金色的池塘 是天上的余灰折射出的美丽光芒 但不急 超多在风光之外 展露出人心的真挚美好 愿每个人都能观出 净水深流 爱的哲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